农业部农村发展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 特别在台北举办了 后山农游市及绿色购物节成果发表会 希望透过食农教育体验 手作DIY农村旅游推广 还有免费试吃等体验 来提高民众对于花莲农特产品的认识 也要提升民众到花莲农村旅游的意愿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花莲分署 19号上午以后山农游市及绿色购物节为主题 在台北华城俱乐部广场举办成果发表会 精选来自花莲地区 具有在地茶产业特色农村产品 原名农村好物及游游农村体验游城 希望透过食农教育体验 手作DIY农村旅游推广 及免费试吃等互动体验 拉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提高民众对于花莲农特产品的认识 同时提升民众到花莲农村旅游的意愿 并透过暖暖乡MOU签约仪仪仪仕 与社会企业共同合作 以绿色照顾为核心价值 照顾花莲农村高龄者及弱势族群 期盼更多的企业认同政策理念 支持花莲农产业及环境保护永续发展 推广食农教育 缩短食物的碳足迹 记者大花莲台北市报导 这是我们的行动车 适应